大家好,我是小秋,远嫁到中国的越南媳妇 难道我们嫁到这边来,一定要打钱回去帮忙家里面的人才是好女儿好女婿吗? 是这样子的,我小弟在2021年的时候是开始修房子了 从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没有打钱回去帮弟弟建房子 然后呢,在家里面招惹到很多亲戚,总是跟我妈妈说了很多闲话 说你女儿嫁在那边那么多年也没有回来 到现在家里面修房子,一点音讯都没有 不知道爸妈在家修房子有多么辛苦 是啊,我知道我爸妈辛苦 但是我爸妈的辛苦不是我造成的 还说什么,像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女儿,我都不会认她的 是真的这样子,他们不会认吗? 是我的,他们就是来叫我爸妈,不要认我 还说,像这样子的话,不如养一头猪 过年,还有了肉吃 就算他们两夫妻不回来也没关系 但不出,你也要出钱 到现在,你也没有出,钱也没有出 如果说帮忙了,小弟他房子修好了 到时候,他们两夫妻回来 也有一个好的地方睡觉,要干净 要好看 但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老公每一年,他打钱回去也不少 就说吧,过年的时候 也是给两三千打回去 然后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或者说,小弟他们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有帮忙 但是我们很少 在这上面说给大家一起听 因为我们觉得嘛,帮忙爸妈是很正常的 所以家里面有一些亲戚 他们是远来的 他们不了解到我的老公 了解到我老公他的好嘛 所以他们就各种各样的 那些难听话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说对他们也是很无语的 虽然他说有给红包 但是他们要是返回来说 那红包是红包 这个是弟弟做房子 帮忙弟弟就是在帮忙爸妈了 我跟我老公说之后 一路从家里面到大海的学校 接大海 他一句话都不说 只问我一句说 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 你难过什么吗 我爸妈又没有说你 你要哭要哭那种样子不行啊 知道不 没有啊,哭什么哭 你当他们像外星人就行了 知道吗 其实我爸妈也没有让我跟你说 因为他们说怕小飞会难过 我们只跟你说 让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人而已 我在这边 我当你像我唯一依靠的人 所以呢,我才跟你讲而已 我也不希望你会难过 我真的是很难过 但不是我爸妈说 来我给你抱抱抱 小秋你不要像你亲戚那样子想我那么坏好不好 我当然不会这么想你啊 因为我知道你 你挣多少 你拿多少给我我都知道 然后呢,你从以前跟我说了什么我都记得 你自己也不会忘记吧 我只是想我们也快回去了 到时候我回去 你小弟的房子 家里那个地板也没有装修 家里什么设施都没有 到时候我们自己回去 我是想着带丈母娘 还有小舅子老赵人他们自己去挑选 喜欢哪种款式的 然后我们再给他买回来一起安装 我只是这样子想而已 并不是说啊 我也是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的 不想出什么 啥也不出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是你想回去自己做 它就更有意义 对我爸妈就会有印象大一点 你说 咱们家里人的之间什么都是谈到 钱钱钱 真的说到这一句钱我真的是很烦了 听到腻了 小邱啊 家里面现在地板是还没有盖 才是一层那个水泥而已 小邱啊 你听我讲 我娶你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我娶你 虽然说彩礼我给的不多 但是我并不是欠谁什么东西 我只是没有那个义务去必须要帮忙 我只是感觉到啊 我越南的丈母娘老赵人我的小舅子 跟我关系很好 到他们做房子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要出一份力 但不是现在 而是等我回去了之后 我那些亲戚有时候 我爸妈跟他们生活在好好的 他们又喜欢拿根筷子的插过一插过来 真的是很重要 你看我们两夫妻这么多年 什么都没有 在我们这边标配就是 第一房子 第二车子 第三存款 我们两夫妻 到现在啥也没有 咱们努力就会有了 所以我 所以我才说什么 就可以帮了就忙了 我爸妈 他们需要的时候 也不是说你没有给 是他们没有看到 就算他们看到了 他们在那里吃一顿饭 他们总是拿我出来说 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呢 我从中午想了很久 想到现在快七八点了 我知道你 很难过 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去在意你那些所谓的远的亲戚 说什么 因为没必要 我只在乎我老丈人还有丈母娘小 就是我老婆对我的评价而已 对 你要想想在我爸妈的心中 昨天他们是这样子跟我说的 他们怎么说 昨天我爸妈跟我这么说的 在他们的心中你是另外一个儿子 对他们来很重要 重要 他们人 对 他们说 让我好好 咱们两个年轻人努力 加油 什么都会有 这些亲戚的话 把他们放在一边去 不希望我们会想到他们 因为 好的也有 坏的也有 你自己生活好 你自己就行了 就把你的生活 过得好就行了 丈母娘能这样子想 我很开心 也很欣慰 是 我爸妈她也懂我们两个吗 他们也看到我在这边 空袍队我也不差 到哪里去了 对吧 他们这样子说而已 但他们自己的女婿啥都做不到 一年世纪都没见到脸呢 那还好意思说我 这就 有什么资格吗 凭哪条吗 这就是吃醋 啊 那那那我就不乱想了 只要是 呃 你妈妈还有你爸爸 小弟他没有想我坏的 我就开心了 因为别人的话 我管他是谁 是吧 弟弟昨天 弟昨天说 打电话给我爸妈也听 我爸妈这么说 他好想找他们的 电话号码 把他们骂一顿 然后我爸妈说算了 反正他们又不是跟我们在一家的 他们偶尔来是他们说什么管他们 当他们放屁就行 准备我 就是 Want to 我跟他妈妈说的 是谁 如果他在家的 我有个人 还是是谁 有什么事 我跟他妈妈说的